大家好,我是飞猫 今天是7月1号 今天给大家聊聊这个我们这个苏通运证卡和我最近申请OBU的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苏通运证卡是兼有运运证的功能 然后再附加有ETC,有ETC储置卡的功能 之前在江苏是享受85折优惠的 从今天开始这个单卡如果没有OBU套装不走ETC通道 就享受不到85折优惠了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我就在关心这个事情了 到处打探 最后打电话到了我们如高的苏通卡客服中心 工作人员回答我是 你要先把苏通运证卡上面的ETC功能先消互消掉 然后再申请OBU套装 这样你的85折优惠就没有了 只能享受95折了 然后我想想 85折跟95折还是有区别的 那就算了吧 大概隔八星期之前江苏高速的那个通行宝 推文发了消息 从7月1号开始 没有OBU套装 就不享受这个优惠了 那我急了 开始要办这个OBU了 然后他那个消息上面呢 显示大概有七八家 可以办理 我一开始是选择了微信 因为平常这个卡也是通过微信的ETC助手 在网里充值 我们跑运费嘛 基本上微信为主 充起来也方便 提现还有手续费 对吧 我就在微信的ETC助手上面申请了 申请大概过了两天 不通过 后来我看到下面有那个安徽的惠联运 也可以申请 那我就到惠联运上面去申请了 因为它显示 江苏的苏通运证卡 可以还是打85折 申请过了两天 还是不通过 那我就打客服电话了 客服说 你这个之前 跟通行宝已经签过协议了 我们这里都不好办 后来打到了江苏高速的96777客服热线 客服跟我讲 你这个必须要到客服中心 就是当地的苏通卡 客服中心去现场办理 重新申请OBO 就这样兜了一圈 想省点事 不去那边 能办掉的 不行 还必须这一次回家跑一趟 我本来那像特格兰 不想去跑一趟 想在这个手机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但是到最后 还是办不了 免不了 还要自己去跑一趟 现在国家推行这个ETC 这是个好事情 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通行效力 但是呢 到现在 也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发一个条文 这个指导我们司机具体去怎么办 似乎现在这个都变成了企业行为 这一车回家 就要去办这个OBU了 因为 我看了上个月也有四千多块钱的通行费 一个月打折下来也是不少的费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开货车的飞猫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